我的健康餐盤手册结合专业营养师、厨师及烹饪老师共同编撰 以浅显易懂的图文并茂方式呈现 并编制饮食记录挑战赛 帮助民众在做选择时 能明确地将高热量食物替换成适合的餐食 鼓励民众将我的餐盤均衡饮食图像及口诀 应用于日常饮食 我们从今天说要怎么吃的健康 但怎么吃才能够符合健康的标准 所以我们大国区健康服务中心 就将六大类的食物和我的餐盤口诀 结合编制成册 可以照着我们健康餐盤 轻松来实践健康饮食 手册的内容包含了国民饮食指南 该吃多少卡路里和健康菜色自己来 还有素食的饮食原则 这些手册内容符合了清晰意读意理解 民众容易执行健康行为的健康传播素材 所以也荣过了 微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 2021全民购健康 健康心意购全国手册类金奖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健康餐盘手册 我们是结合专业的营养师 厨师和通论老师来共同编撰 浅显易懂图文并茂 能够帮助民众在做选择的时候 能够明确的将高热量的食物 替换成适合的餐食 我的健康餐盘手册中 也透过QR Code扫描 可以观看健康服务中心制作的影片 让料理更简单易懂 跟着影片就能制作美味佳肴 例如这道彩酥拌凉粉 从食材准备到制作步骤 简单轻松就能完成 那首先呢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的这个手册里面 我的健康餐盘里面 其实有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们有六个口诀 那其实这六个口诀是很简单 你都可以照着这六个口诀来吃的时候 事实上你的一餐 就达到均衡營养的一个目标 那首先包括了坚果种子一茶匙 就每天早晚一杯南 那每餐水果全勾大 菜比水果多一点 那在饭跟蔬菜一样多 以及最后的豆与蛋肉一掌心的部分 我们这样子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摄取量 每一餐的摄取量 那另外呢 那民众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该怎么如何去确认 我没有吃到足够的一个摄取量呢 我们可以在手册的内用 可以看到有我的饮食记录的部分 那民众就可以很简单的 我今天饿了一杯牛奶我就圈一个圈 我今天吃了一个水果就圈一个圈 我今天吃几盘蔬菜我就圈几个圈 所以就可以清楚的去对照我的饮食摄取量 是否是足够或者是不足的 那另外呢 我们手册里面我们也利用了一些 简易可行的一些料理方式 所以民众清楚很简单的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进去 掃取完后都可以清楚看到你的料理 包括比如说像橄榄油菜炖饭 那是利用好的橄榄油 以及用蔬菜的鲜甜下去炖的一些 下去进行做炖饭 增加蔬菜的一些纤维摄取 那这道料理那当然会有全骨杂粮 蔬菜油煮 那另外呢 比如说像树蟹粉爬菜炖 这道菜呢 那是利用蔬菜先下去熬成高汤 跟以往的高汤 是不太相同的 那我们再利用高汤来炖娃娃菜 这样子一个料理里面 我们可以吃到蔬菜的鲜甜 以及增加蔬菜的摄取量 那另外一般我们在过年年节当中的汤品 通常都是比较高油高胆固醇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石井蔬菜 豆浆锅 那这道料理呢 我们就会把它来做成汤品之后 可以有别于以往的年节的时候的一些 高油的一些汤品 可以避免高胆固醇啊 高油脂的一个摄取 好建议我们大家好 能够每周从至至少150分钟 高强度有氧的身体活动 但在年节期间如在享受美食之余 在防疫的规范内 可以约清晨好友出去外面走走 去脚踏车 适量的运动 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的健康餐盘 吃对了健康就对了 手册刊登于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网站 内容结合专业营养师 厨师及烹饪老师共同编制 资讯正确有保障 欢迎民众下载使用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